我身后这一款是东风6x4自卸汽车 考虑到这辆车载重量比较大 在下坡的时候刹车很容易发热 所以我们在这个车上加装了一个430升的刹车降温水箱 可以帮助刹车系统降温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该车的刹车降温水箱的操作方法 这个车的刹车降温水箱的开关在我们司机座椅的左下方 这两个开关根据开关上的指示朝左边拧就是开 朝右边拧就是关 两个开关分别控制着后面的两根桥